现在郭台铭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讲 是不是高度的关注 那朱丽环还有办法 拿着所谓的党内的内参民调 去糊弄郭台铭 甚至是要逼退郭台铭吗 如果我今天是郭台铭 在美国看到这个新头壳民调 我会不出来吗 我会不阻挡吗 我已经超越侯友宜了 我不阻挡 对不起关公 对不对 上天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天时地利人和 对啊 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 但是国民党现在对于郭台铭 就是个叫束手无策 甚至变成怎么样 姑息主义 衰竞主义 就让郭台铭不断地予取予求 我不要讲 对国民党来讲 克文哲好处理 克文哲是现行犯 他已经宣布要选总统了 所以你知道跟克文哲在同台 我们立刻可以用党纪来处理 问题是呢 郭台铭是什么 从刑法上来讲 郭台铭是预备犯 大家都知道他选总统嘛 因为台湾谁不知道他选总统 他只是没有嘴巴说出来 可是他没准备着手实施 还没有着手实施 准备当中 所以现在等着郭台铭一声令下就对了 所以郭台铭现在就是准备 要对国民党开杂 刚刚静言的分析是说 如果郭台铭一选 这个蓝营会回归 然后就会回归到这个支持侯有余 然后就会很讨厌痛恨郭台铭 最好是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真的如此吗 大家看了嘛 这些议长 刚刚讲过嘛 议长下面是一个肉掌 对不对 有议员嘛 议长是议员选的嘛 议员下面还有各种的这个村里长嘛 所以他是一个肉掌 你今天不是只有一个谢典林 那是整个 彰化都被 比如说被掏空了嘛 国民党地基被掏空了 现在准备大队接力就对了 对啊 谢典林之后 我跟你讲 在一个什么周典论啊 在一个什么这个 对啊 许修瑞一个一个接棒 你国民党受得了吗 所以国民党现在 朱宇伦搞了一个什么同舟计划 只是搞了一个副科技进来嘛 现在国民党不能再搞同舟计划 也来不及 现在要搞什么 现在要顾本计划 顾本 把这几个议长顾 我今天如果是朱宇伦 我先立马到这些议长家去 防止他们落跑 脱队跳船 我就住在周典论家里 每天监控你的电话 谁打给你 国民党如果打给你 叫他不要接 就这样子嘛 一定要顾本嘛 国民党中参委全部动员嘛 可能松豆的议长 就进住他们家里嘛 对不对 监控你嘛 直接监控嘛 温情公事嘛 没有错啊 我问你 谢典林走了之后 有人去关心周典论吗 有人去针对这个许修瑞吗 有没有紧盯了他 没有啊 我如果是县市党部主委 早就住进他们 每天都登门拜访啦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国民党对这些问题 你做了什么 束手无策 还说杀手不管 对啊 那时候任平 我觉得现在 郭台铭就像一个水智 吸着国民党的血 外面现在自得意满嘛 你看我现在17% 还赢侯友宜16%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他如果阻挡 以他目前的民调 起码三席到五席的部分去 有没有要投靠 很多人啊 就我觉得郭台铭现在不出来不行了 民调显现是如此嘛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你说什么 要什么郭柯和 或者是什么 这个侯柯和 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三个人都想当老大 没有人想当老二啊 没有人要当父啊 郭台铭对不对 属老虎的 又是霸气总裁 柯文哲是什么 狮子座 侯友宜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变老二呢 国民党是台湾最大战野党 我如果当副手 我国民党不要混啊 他自己想国民党 我看党业不能 可能国民党会崩盘 崩盘啊 突然不下这口气啊 如果我 我后尾去跟你 跟你郭台铭配 我去跟你柯文哲配 国民党立委不用选啊 不只是区域立委 不分区基本不用混啊 全部都没有 没有存在的价值嘛 就不可能嘛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台湾唯一成功有过 所谓的政治 就是我们说什么配什么配的是哪年 2004年 那都是谁 国清和 国清和嘛 对 延宋配 但不要忘记为什么那个会成功 2000年的时候 撒哈都连赞宋楚瑜 跟阿扁 连赞只拿到23.1%的票 宋楚瑜是36.8% 宋楚瑜甘愿当副手 宋楚瑜拿了466万票 你连赞只拿292万票 所以我老大甘愿当老二 我问你现在有这个可能吗 没有嘛 宋楚瑜是因为说 看那连赞是我老前辈 对不对 而且当时国清 他的下层建筑 是相通了嘛 相通在一起嘛 我问你 你看这次 侯友仪去那个 去参加那个 79大游行 被虚耶 下面的底层是不能流动的嘛 国民党 科本是不能接受侯友仪的嘛 所以我们知道 2004年那个东西 也是一个天时地地人和 下面可以流动 上层愿意去救 才有可能搞到后来连宋配 但是连宋配结果是什么 2000年连宋配当时 连赞加宋楚瑜将近60% 这整整碾压阿扁只有39.3% 结果后来隔四年选完 连宋配应该是强加强吧 50% 掉10% 然后最后是清兵党被吃掉 对 清兵党没有了嘛 清兵党灰飞灭了 所以有人说 现在有60%希望政党轮替 我问你啊 当初如果2004年 大概80%是支持政党轮替啦 那个时候的整个的蓝绿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嘛 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族群结构也不一样 那时候的外省族群还是占主流嘛 现在不一样啦 所以你说现在60%就可以换掉 换掉把民进党下架 那我跟你讲 2004年是更有可能 那为什么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数学 政治不是数学 政治有很多是怎么样 是艺术的成分 是情绪的成分 是氛围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光是用 现在有60%要民进党下架 我们只要不管是什么 郭柯和我们就可以当选了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政治绝对不是数学不是家法